字幕 李宗明 睡醒第一天到替典 就買了一張Bresto card 有手機完後,然後就入車拍卡 就進去TTC 就知道了 還有說呢 叫我們stand back 不是怕你掉下去 是怕被人推了你下去 很多白卡佬 應該每一個station都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來看這一間 都挺漂亮 挺時正 我們來看三房的condo 通常三房都有兩個廁所 不過三房condo 都偏貴 我們現在看這一間 就三千月租 它還不包水電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間挺漂亮的 不過就不太划算了 下面也有這些gym room 接著我們吃這間 Kinton Ramen 這間拉麵不錯 挺好吃的 價錢跟香港差不多 加上稅和貼士 就是120港幣 差不多 當然出去吃當然是貴 所以下一站就是 馬上去這個supermarket 這間lobos 去買我未來的午餐和晚餐 今天還要去這間 Urban Outfitters 我挺喜歡的brand 平常都是在網上看看它的衣服 其他凹凹凹的東西 這次煮也可以親密 看電 但普遍我覺得加拿大那些店 都有一分腿的感覺 即使去這些店 明明它真的做得很好的 Decoration 但始終沒有什麼購物 的氣氛感 今天除了做了一張電話卡 都沒有特別去做其他事務 我覺得也不用這麼急 可能會一天做一件事 難得來到這裡 chill一下 不用這麼匆忙 所以明天可能就要開銀行戶口 後天才會做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Bye